好,接下來最後一題,大學學徹底 他的講解過程中有一些話是有問題的,我大概跟你說 這是當年有名的心象,含笑的臉 我把C珠刪掉了,因為那是前面的,我把C珠刪掉了,我只留下AB跟EF來判斷 AV的問題是拍攝日期為農曆的幾月幾號,C珠刪的問題是到地球的距離的比較 那EF,問題是我們的月亮的移動方向,所以農曆向哪裡 好,那這單根呢,分別的考的是單根不太一樣的觀念 首先我現在來跟大家講解一下AB的觀念 AB要考明的是拍攝日期為農曆幾月幾號,這個你需要了解的是所謂的月向 那個像寫錯了,應該是另外一個像 那個像寫錯了,應該是另外一個像 地球旁邊圍繞著一圈的月亮,然後呢,這個月亮都是有一半的地方 讓圓星,我們看到光從右邊打出來的時候,像太陽的地方呢,就會整天亮的動態 包括地球也是一樣喔,所以在地球的右半邊是白邊,左半邊是黑夜 對呀,因為我們從寫在繞著我們的地球做公轉喔 也因此會讓我們從地球上看起來這個月亮,它的亮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所以看我們大家來看左邊這一圈,這個分別是我們 從地球上看起來的變化更多 如果今天知道我們農曆十五號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月亮 我們就會是一個滿月的情況喔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在所謂的農曆七號左右,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的,就會是一個向純月 那我現在這樣講給大家了解 我發現我們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讓大家看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會讓大家知道 就是黑夜 這個呢,也就是我們在農曆月,我們看到幾況喔 這個我們成碩月喔,就是我們這時候在聽說,看不到月亮喔 這樣呢,慢慢接近我們農曆七號,我們就開始出正前月喔 那我們大家看到這個右半邊亮的這個地方 右半邊亮,那這個不是我們所謂的上圈嗎? 不可以講右邊跟左邊 賴黃酸思考過,北半球、南半球看到左右是相反的 所以你要寫東邊還是西邊 不可以寫左邊亮或右邊亮,要寫東邊亮還是西邊亮 否則南半球就會跟我們不一樣 OK,賴黃酸思考過 他講好幾次都講左右都錯了 錯! 東邊亮 古人的說法 月頭的月亮叫做星月 月末的月亮叫做彩月 快不見彩月 所以這月末應該叫什麼月? 彩月 這叫做國文不好 中文不好 國文不好 當中文不好 那請如果妳記得下舉月之後的星月呢 彩月 下舉的時候,他的星月呢 是我們的裹邊亮 而剛剛我們看到 東邊亮 上純月他的星月呢 總會是亮在右半邊 OK嗎? 西半邊 後呢又回到我們的月底 喔,又變成瘦月 這就是什麼的放不到的情況 則有持續這樣的一個輪回 好,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要去看到,我們看到的月亮究竟是在我們的上半月看到的還是下半月看到的 我們就把它切成一半 然後呢,上半月看到的 上前月是上半月看到的,下前月是下半月看到的 一 好,那我們回來看一下我們一個印象 一 東跟西,不是左跟右 右的川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是一個新月 也就代表說呢,就在我們的西行東岸 西行東岸 跟我們的23號 新月隊 29號之間 好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它究竟是左邊亮還是右邊亮呢 算這個偏,右邊偏的很不明顯 不算很明顯吧 靠右邊再亮的 所以我們說靠右邊是什麼 右邊就是我們的上半月 上半月呢 就是我們的能力出世界的選項啊 最喜歡大爆也沒有選錯哦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我們的DF OK 月亮在零中移動方向可能是 朝右下還是走下 OK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月亮呢 是 東升西落 所以東邊在這 西邊在這 那這些螢幕剛剛有沒有印象 老師剛剛有默默的把一個地方 剛剛從這個螢幕前就是 朝西方 這個去做觀看 剛我在西方看到一個月亮的時候 這個月亮的固定它就是要落下 所以它一定是朝下方 再度朝上方 那就是右下 還是左下呢 這個我們就必須要先承到 月亮的軌跡哦 月亮軌跡可以是這個樣子 但是它會很複雜 它畫的其實是比較像我們要叫的太陽的軌跡 那我先把這邊寫上 這邊是南邊 因為月亮它畫的這樣很複雜 然後這邊呢 因為它的那個 初音十五啊 還有季節啊 這邊呢 東升西落 然後呢 這一點靈化它說 它在西方的斑網看到了 所以在聊天中 總要落下的月亮哦 然後這樣你是在北半球 你的月亮 升起的軌跡 至少 右上升起 然後呢 右下 大家可能會突然說 這都不是左上嗎 沒有哦 那從裡面的觀察者看出來 不是你看 是裡面的觀察者看 所以是右上升 好 OK 所以我們的月亮軌跡就是 右上升起 右下 右下 OK嗎 然後在春夏 秋冬或總共 扎扎扎扎扎扎 有沒關係 這一集不太需要 製造扎扎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再點一下 顏色的部分 國中沒有交月亮的軌跡 好 所以這一集呢 我們說月亮移動方向呢 就是朝向我們的右下方 喔 這個我們要大家也只答對哦 好 那這一個的答案呢 就是我們的 A G跟 E喔 大家答對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要記得什麼東西喔 這邊呢 我們要記得我們的月亮 它的意思就是 這是重點 月下 然後還有我們記得 我們的右邊亮呢 就會是我們的上半月的月亮 西邊亮 對 東邊亮 好 那接下來大家也要記得 我們太陽跟我們 那我叫你背過 要背 要照持續背 記得嗎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要記得我們的月亮 一律都是 往 右上方 升起 東升西落 東升西落 對 台灣可能會偏韓而已 有時候 讓你再給按照 你看到的月亮都會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好奇說 欸那這個黃色的就是它哪裡有 就是我們之前的木頭 那之後我們會在後面 這個部分跟大家講解一下 月亮這個東西 有其 月亮這個東西要講解 你能不能 你這樣就好 有自己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相關的原重點 第一個呢就是 就是剛才一個叫做 我月亮的軌跡 它是一直圓圈 然後什麼時候出現 什麼時候會沒落 什麼時候 它或是會在邊打邊 然後 上到一邊 它就打邊 那月亮就不要跑給它看 你跑給它看 那如果 我等一下夏天 或者是東天 那我的月亮的軌跡 又會是怎麼樣 如果跟熱心去講 正了解它一點點 或者自己忘記 再去重點 進去這邊看吧 接下來我們的心理 剛剛大家看到 我在宇宙的時候教的 還有我們的太陽系 有提到的一個衛星 理論上你只要知道 你在往西邊看到它 按照我教的 你就知道它正在西層 所以它應該是 上學院 而且正在西層 時間應該是傍晚 你就會想 如果你聽懂我教的 你就會這些東西的答案 你也不需要念高中 就會了 OK嗎 OK 然後下一個是 你讓你回家自己解決 這是古時候 前幾年 你們學長考的 複習考試的題目 引了一首 劉勇的楊柳岸小峰彩月 他問你 這個月亮長成什麼德性 小峰 清晨 清晨 彩月 月末 我剛講過嘛 月末的月亮師清晨看到對不對 東明西岸西面東岸 東明西岸 面對南方 東邊要亮 所以他問你 他就畫了四張圖 那你選哪一個圖是對的 我不告訴你答案 你給我回家自己想 你會回到自己想 楊柳岸小峰彩月 那個彩月長成什麼德性 哪一個才是小峰彩月的樣子 下前 靠近下前 東明西岸 往南邊看 左手東 右手西 東明西岸 OK 你回家自己想一想 這答案是哪一個 可以嗎 可以